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电影,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今天我们要分享一部很有趣的科幻电影 叫《心灵里联房》 故事要从一位超市经理艾文说起 他对任何事情都非常的热情 尤其是对自己社区的事物 也成立了很多俱乐部 最近他正在和妻子准备被孕要个孩子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正常 某天夜里,他的好友安东尼奥非常的开心 告诉艾文自己终于获得了美 请不吝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 libro,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赔笑的赶紧离开 幸福,我们都能赔笑的赶紧逃开 之后四个人就在研究这个奇怪的金属球 艾文说好像把手指插进去就会发光 要不四个人一起插进去看看 不插不要紧,一插吓一跳 竟然触发了这个金属球的开关 一道难关过去被射到的东西 瞬间爆炸威力颇为的强大 这可惊到了几个人 一开始他们还是很惊讶的 到后面那是玩的不亦乐乎 附近能被抛轰的东西全被抛轰了 回到家里的四个人也在想 社区这边是不是被外星人给吸取了呢 得想个办法 之后他们各自回到了家中 艾文见到了形势可疑的邻居 鲍博则发现女儿和他的同学 似乎有什么暧昧的事情 非常的生气 和女儿大吵了一架 郁闷的他晚上找了艾文出来喝酒聊天 一个是为自己女儿的事情烦恼 一个是为了备孕的事情烦恼 简单的说 艾文为什么一直避得妻子 是因为他的精子质量有问题 医生告诉他 受孕的概率真的太小了 他不想让妻子失望而已 话还没有说完 艾文就接到了社区内出现异常的电话 他急忙让其他的两名同伴准备好 然后前去查看 不看不要紧 一看吓一跳 那名老人不仅死了 而且还蹦出个外星人 虽然长得很丑 不过被艾文拿东西打晕带了回去 本来遇到外星人应该害怕激动的 为啥他们是个人反而开心的拍起照片 好像哪里不对劲 几个人都没有确定 这个外星人死没死 就这么的嗨 这也导致了那颗金属球被带走了 临走前 外星人说了一句话 我们就在你们身边 这更加具的是个人怀疑小镇上的人 谁是外星人伪装的呢 所以他们开启了盯梢模式 怀疑社区内的每一个人 直到艾文发现 这点邻居居然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还买了那么多的电池 这不是很奇怪吗 难道他就是外星人 所以生意的时候 是个人准备潜入邻居的房子内看看 但鲍伯的女儿打电话给他 表示自己今晚出去和男朋友约会 害怕女儿吃亏的鲍伯 带着富兰克林一起去拯救女儿 至于艾文他们其实早就被发现了 毕竟刚才的动静那么的大 进去房间后他们才发现 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外星人的地方 邻居也不是外星人 这里正在开场不可描述的派对 至于电池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就不告诉大家了 毕竟这不是我们店的重点 咱们先跳过 鲍伯也顺利的阻止了那名小年轻 对自己女儿动手动脚 虽然被打了一拳 但鲍伯还是觉得值得的 原本艾文还想让他们一起去追查 外星人的下落 可是鲍伯觉得家人比那所谓的俱乐部 啥得更加重要 他现在需要陪陪女儿 或许是因为鲍伯的一些话 让艾文明白了 即使自己不能让妻子怀孕也没事 但你至少要告诉他真相 不能让他一直被蒙在鼓里 回到家的艾文向妻子吐入了石琴 妻子倒是没有怪他 反而安慰他 与此同时 贾马克斯找到了其他三个人 孙大还有艾文的妻子 准备告诉他们一个石琴 他用小刀划破了剧的手 流出来的血液不是红色的 而是绿色的 显然贾马克斯不是人类 而是一个披着人皮的外星人 他之所以告诉大家他的身份 是因为这段时间发现人类 其实很多都是很善良的 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存在 他不希望这些同伴联系外界 然后带来一大批这些同伴 那时候估计地球就不再是地球了 将是一个炼狱 而外星人联系外界的东西 就是最初那颗金属球 现在金属球在艾文当初工作的那个超市内 如果想要拯救全人类 必须在信号发射前毁掉设备 虽然贾马克斯离开了 但现在新的石轮组成立了 虽然是一名女性 也在超市内他们看到了不少外星人 可是那两名神叨叨的警察怎么来了 还把艾文他们一伙人当成了坏人 直到警察的那名叛虫是被外星人灭杀 他才明白 竟然真的有外星人 不过那个外星人差不多多死了 你还上前去踢两脚 这不是做什么 所以警察就躺在了地上 半死不活的 艾文的妻子则留下来照顾他 剩下的三个人准备前往发讯室 却在路头中遇到了鲍博女儿的男友 原来他也是一个外星人 鲍博让艾文他们先走 自己留下来挡住这个人 虽然一直被暴打 但鲍博没有放开对手 也是在贾马克斯的提醒下 众人才知道 这些外星人的弱点是下半身 因为他们是用下半身思考的 所以鲍博就捏爆了某种东西 然后打败了对手 看到这段的时候 我怎么感觉有点雷人 最终在众人的通力配合下 其实就是艾文自己爬上去 拿掉了作为通讯器的金属球 然后带着众人逃了出去 因为现在众多的外星人都被惊醒了 准备袭击他们 四个人那是疯狂的逃 然后四个人携手 用这个金属球干掉了这些外星人 终于地球的一场灾祸 被四个奇怪的人给阻止了 结局算是完美的 鲍博的女儿找了个不错的对象 艾文也有了孩子 看来是上天祝福啊 至于富兰克林 也如愿的当上了一名帅气的警长 还有贾马克思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是一部中规中绝的电影 整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